三国时期谁是最有远见的呢 曹操嘛 他怎么说 但是严格地说 曹操才不是三国 三国真正开始 是他儿子逃避称帝的时候 逃避称帝以后 第二年游位称帝 失恋以后 孙权称帝 三国第一才正式开始 曹操那个历史要叫三国前传 进入三国历史以后 远见他里面 混个时间最长的程度 被历史最有风险的程度 三国历史以后